随着新春佳节越来越近 第15届到沈阳故宫过大年系列活动在1月24日正式启动 作为2018年某搜索平台选出沈阳市最受关注的景点 沈阳故宫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就为八方游客准备了新的展览和活动 并首次推出了新春大礼盒的文创产品 作为过大年活动之一 沈阳故宫文创2019年推出了几款过大年系列文创产品 包括万福支援新春礼盒 八旗门神钥匙扣套装礼盒 吉宇灯笼等 其中万福支援新春礼盒也是沈阳故宫文创历史上 第一次推出新春大礼包 礼包内不仅有清朝乾隆皇帝玉笔的对联符字 还有沈阳故宫馆藏将军门神 以及从馆藏文物中提取的象征服录兽洗裁的 五种动物元素设计而成的五款红包等 整个大礼包呢 因为它是代表了一种吉祥的寓意嘛 所以我想在这个新春张贴 或者是在个人收藏方面呢 都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春节策划推出的吉宇迎春 清宫文物特展在24日也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领选了50余件带有吉宇文士的清宫文物 通过对福寿洗大吉等文士的展示解夺 不仅可以欣赏到文物的细腻之美 也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远远流长的文字历史 以及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在清朝宫廷里边呢 有大量的器物上有这种吉语的图案和文士 那上面呢还有一些专门的吉祥用语 直接做到这个器物上 比如说这个大吉 比如说这个寿字 福字 万字 喜字 所以这些文字呢 就直接被这个清朝宫廷呢 做到器物上 所以我们为了更好地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 把庆宫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介绍给这个中外的观众 所以我们今年呢 特意办了一个叫吉语迎春这么一个专题展 据悉 除了展览和文创产品外 在2月5日 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开始 沈阳故宫博物馆还将开启新春文创市集 岁季更新沈阳故宫春节系列体验活动 我在沈阳故宫过大年 观众现场互动活动 亲子游活动 以及文艺表演等 力求让前来的八方游客在皇宫里体验到一个不同的新春佳节